心里没你的男人才会这样对待你 一个男人怎样对你就怎样爱你 真爱你的男人就像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一样 他的心里只有你 一个人一颗心只能住着一个人 多了谁都是三心二意 如果一个男人真爱你 那么你就是他的天和地 你就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哪怕你有很多缺点都会是他喜欢的样子 如果一个男人不爱你 那么就是忽悠你 做什么都是应付了事 他心里什么都算不上 男人不爱你就有不爱的表现 别傻傻的不知道 否则你会后悔莫及 一 他总是不及时回信息 还借口很多 你很珍惜和他的感情 总是第一时间回复他的信息 微信一直在线 手机时时刻刻在身边 就怕错过了他的消息 但是他并不是这样对待你的 回复信息很慢 甚至不回复 你问他为什么不回复消息 他总是说自己很忙 要不就是说 手机没有电了 忘记带了 手机坏了 等等 也许刚刚认识的时候 他对你还好 随时随地可以聊天 但是后来 他感觉你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对你的消息 开始反感了 各种安慰的话 心疼的话都没有了 如果刚刚你发微信 他没有回复你 但很快看到他发朋友圈 或者在群里聊天 那就别联系了 这个男人不适合你 他的心里没有你 如果你发十条八条信息 他再简短的回复你一下 这样的男人 别理会了 他只是还没有找到新欢 才勉为其难和你在一起 二 他对你爱离不离 感觉若即若离 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明显感觉冷落了 你的微笑 遇到了他的冷眼 你的讨好卖乖 遇到了他的爱离不离 你对他嘘寒问暖 他觉得理所当然 要知道 投之以逃 报之以礼 爱是相互的 不是一个人去取悦谁 爱你的人 会记住你吃什么样子的蛋糕 什么颜色的果汁 还有他会记住你身上某个小物件 然后赞美你 不爱你的人 比一般的男人更粗心 或者故意把头扭到一边去 宁愿去看风景 也不看你 你对他掏心掏肺 他对你没心没肺 你鼓起勇气说喜欢和爱 他无动于衷 假装没有听到 他不爱你 连牵手都不会 更别说主动拥抱 三 每次吵架都是你主动服软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每次争吵了 都是你服输 都是你委屈地告诉他 还是继续好下去吧 他其实是想着 借这次吵架 离开你就好 只是他还没有想好 还没有决定离开 但心里已经在打主意了 他看到你主动靠近了 连哄你一下都觉得多余了 或者只是随随便便说几句应付的话 男人爱你 才愿意为你低头 才愿意为你装傻 你做什么他都觉得你是第一 他是第二 他要把你当成公主一样的宠爱着 不爱你的男人 才真正大男子主义 把你当成丫鬟使唤 当成身边的野花 看也好 不看也可以 理会也好 不理也行 最欺人的是他错了 还理直气壮地指责你 遇到从来不主动认错的男人 那就多考虑一下了 免得以后吃快的总是自己 四 他只是受伤的时候才想起你 他冲锋夺翼的时候 身边总是有别的女人 总是把你忘记在脑后 但是他受伤了才想起你 依靠你 一点点好起来 然后又不见了 你就是他的出气筒 疗养所 你收容了他 还不是仗着你 还爱他 还不是借着爱情的牌子 利用你 这样的男人别理会了 否则 耽误了你的青春年华 迟早他要离开你 不值得你珍惜 五 他总是甜言蜜语 从来没有输出行动 甜言蜜语是糖衣炮弹 很多男人就是依靠 这样的言语 打动人心 但是这样的男人 多半是想占有你身体的渣男 爱是行动 是说干就干 是爱你了 然后计划未来 例如去拜访双方的父母 买房子买车子 一起逛街买东西 一起旅游看风景等等 最了不起的男人 是宁愿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带在你喜欢的城市 和你在一起 这样的男人 也许暂时没有钱 但一定会和你同甘共苦 创造幸福 一个男人爱你多深 表现他爱的痕迹就有多深 别看到心动的男人 就往上扑 否则爱给错了人 苦一辈子 女人要懂得 真心那个在乎你的男人 因为在乎你 才关心你 牵挂你 陪你无话不说 真心和你牵手拥抱 爱是责任和担当 爱的路上 总要保持一份理智 让真爱你的人 一点点靠近你 让不爱你的人 一转身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